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以政治啊 再过来几次 也不可以通过啊 那就是专业的判断 不可以 一位某人的 临时介入 安排 蔡英文去宁建安关临时的行程 也类似没有这个行程的哦 临时加这个行程 看完以后是准的 这里面当然是 上面交代的嘛 结果国外会 大概要一个评审委员 评审 15个评审委员 6个学者专家 9个乖方代表 6个都不出席 乖方的不讲话 因为战创决定嘛 我们其实很清楚啊 只要战则决定的 最后很可能都有毛利啊 今天如果 经过专业严格的 评审 检验 再加上政治力的推动 他才有这个话讲 今天是清楚的看得到 专业来讲 已经被 曾明中第一次就把他退回去了 最后核准的人 就是 陈菊的指定兵 李瑞昌 当主委的时候核准的人 我就想到啊 因为政治决定投资 后来赔了一塌糊涂的 叫做三胜 是茂图斯茂图 茂图 当主他就跟着陈思敏 去海地 他就投资了海地 一塌糊涂 政府还给他贷款 后来政府还给他追杀 要再还钱啊 他一股子苦水 说明了 他案子跟卢信任案子 一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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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那时候是追随才追随 现在是 有人要 我们国防基金追随 蔡英文的政治决定 可以这么说啊 非专业的政治性投资 这里面都有方理 都有鬼 现在这么多 这个土生人散步 被套牢了 他们要去求商 我们这个铁很同情他们 但是也想借这个机会 向全国百姓告诉特别是投资者 向大家一直忠告 只要是非专业性的政治投资 千万不要跟进 不要忘了 如今这支股票 在政府国防基金 通过增值131之后 大家蜂拥进去了 所以这里啊 我有几个诉求 第一 当初国防会做审查委员会的 报告要公诸一次 不公布我们会议之后 在会期开始之后 我们再提一个调位文会 怎么通过的 报告会议记录是怎么写的 第二点 现在已经这么清楚了 这么多人受害了 包括政府的基金都赔掉了 这个时候监察院 要有监察委员 赶快陈安城调查吧 不要跟陈安城调查 第三个 審计部绝对要进入调查 这是名字名高 基于立委的直选 我们正在监督的角色 我们公开的要求审计部 尽快的去调查 这里面的一些的问题 这个钱怎么投资怎么来 最后一点 请金管卫的黄天幕主委 你不需要替李瑞昌立股 应该把当初金管卫内部的决定 他不可能做出了 说同意 不可能的 有一定的程序要走 这个记录也要公布 弘天幕主委 你一定有李瑞昌当初批准 他真实的案子 这个案件的记录 我们要看到 请金管卫 请国卫会的会议记录 统统在这里 来公开上网 来报告 没有的话 我们在台语之后 我们会成立 另外我们继续追